各位先友,欢迎观看三生三世准上书,默默将幽儿一试验了下去,她觉得听帝君的意思,似乎此境中的渺落不堪一击,却和小燕所说有些不尽相同,本君救她自然是随手已救,帝君的声音突然一清,可是,我为何救你? 你当真不明白,帝君说这句话的声音实在太过暧昧,凤九心上闷过一阵苏玛,突然不晓得该如何搭枪,她惊喊了一声,换了个话题,那你,当初为何要在三生世上把名字给某了? 这个问题一出口,凤九觉得空气陡然紧张了许多,她的狐狸耳朵高高竖起,心口也怦怦跳起来,区区一块石头,也想讲本君的姻缘,当初大约也与女君一样,有些年少轻狂,不知轻重,帝君的话听着毫无诚意,凤九呆了呆,觉得有些无趣,果然这种问题,她并不会坦诚回答, 凤九觉得自己实在是有些自作多情,方才胸口急促跳了一阵,缓下来之后身体都有些拖了力,弱地君心里仍藏着其他人,那么即便她再好,自己再喜欢她,那也是要不起,要不得凤九将手遮了眼,闭上眼不再说话,这样一想,她觉得轻松了许多,几乎有烦恼顿消质感,心头一时空空的凤九,不想再说话,闭着眼睛,任思绪漫天漫地地飘散, 她觉得帝君说喜欢她的那个话,大约也不完全是框她,可是那喜欢里头含着多少真心,倒真是不见得,帝君活得年岁继久,大约有些无聊,她原本就喜欢逗弄自己取了,大约也是为无聊的生活,寻一点子乐趣的意思,如此说起来,当初在太成功的时候,她受了伤现了原刑,帝君也是饶有兴致的,将她这小狐狸养在宫中养了许多时日,天天带着她溜弯抱着她看服务, 大约也算是她寻到的某种乐趣,毕竟她一贯便偏爱原盲,这些乐趣,于帝君而言,不过是打发时间的方式罢了,所以,帝君的那个喜欢,同怕凤九对帝君的这个喜欢,虽同样可称得上是喜欢,此中含义,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,一片阴影突然移过来,像是一团乌云遮蔽了天日, 凤九抬起手又抬了抬眼皮,见这片乌云却原来是帝君,帝君微皱着眉,眼底带着沉思的神色,唇目望着凤九,凤九张了张嘴,想叫她坐得远一些,坏出口还是记得带了点分寸,帝君,你挡住我晒太阳了,你,又是为何不高兴啊? 凤九心道你倒还晓得,我有些不高兴,虽不愿理她,实在是自由教养的好,嘴里已经规规矩矩回应道,帝君总是拿凤九做消遣,何时还需顾及凤九高兴或是不高兴啊? 帝君望着她的表情,瞬间冷了下来,本君何曾消遣女君,倒是想请教请教,凤九觉得话既然已说到这个地步,便也顾不得那许多了,了不起拔剑打一架吧。 帝君昨夜自己说的你喜欢我,可是有这回事,不错,本君确实说了,帝君明明心里藏着其他人,却说喜欢我,难道不是在消遣我吗? 帝君迷了迷远,让她的表情看着有几分危险,随脚还添了一抹冷笑,女君你,似乎对我有着什么了不起的误会,那你倒是说说,本君心里藏了个谁,为何本君说喜欢你,就是消遣你,那女君你自三百多年前,便恐吓了我。 口口声声说喜欢本君,是一直在消遣本君取的吗?凤九头上爆出几条青巾,觉得这个帝君伟师是霸道又无赖,居然将她的一片真心,和她行乐子相提并论。 本女君她又吻了吻心神,换了副说里的腔调,我清秋白凤九,说了喜欢你,那就是正儿八经的喜欢你,可是你,明明三十多万年前,为了别人抹去了在三生石上的名字,还骗我说是为了四海八荒,你真的当我没有脑子吗? 那块破石头上的名字,你既然可以抹去,自然也能刻上。 当时我断尾刻字的时候,你若喜欢我,你做什么去了?我在泰城宫门口,亲你的时候,你说了什么话你可还记得? 你说你再也不要见到我,这便是你的喜欢吗? 你说我不曾见过数十万年的沧海桑田,不曾见过你双手人血沙红了眼的模样? 你还问我四目的人是谁?我也想问问帝君,你四目的人是谁?是我白凤九吗?难道不是曾陪着你经历过洪荒大战的水吗? 你是昔日定律法长六届生死的天地公主,没有七情六欲,不知红尘为何物?不论我做什么,在你眼里都是如儿戏,东华子府邵阳君,你我三百年未见,我白凤九突然就不再是儿戏了,你突然就喜欢我了。 喜欢这东西,难道是会平地自己长出来的吗?凤九觉得自己情绪有些激动,失了这论便该有的礼数,当下便于坐起身,可是帝君坐在他旁边,俯身将他牢牢盖在一团阴影里,若自己直接起身,倒像是投华送抱一般,想了想便画出狐狸原身要逃开,仍在漆头上的红湖凤九,顺利画出了原身,即便生气也是一尾极漂亮的狐狸,可是他却未能顺利从帝君上, 帝君顺便逃开,他明明已经窜了出去好远,一回神却发现被帝君抱了个满怀,他有点猛,帝君明明坐着没动,这速度为时有些不可思议,在想到自己方才还想同他打一架,想来这若真打起来,恐怕场面会有些不好看,他一时有点儿灰心,连帝君抱着他替他束毛他都顾不上反抗, 凤九向来是脾气发出去,心情便能好很多,眼下将胸中快累尽数吐出,也算是出了一口遇见了三百年的恶气,虽然也感到有些得意,觉得自己敢这样在帝君头上找不自在,也算得上是个人才,三百年前,确实是本君做的不对,说的那些话,也都很混账,你还有些什么想不通的,无须闷在心里, 都说来听听,帝君抱着小狐狸的姿态,凤九其实很有些怀念,他摸着他背毛的手指,轻缓又温柔,像是在摸着某样很珍惜的东西,凤九想了想,闷闷地说,反正都是过去的事了,我也不愿意再提,提起来就伤心,眼下我们既已经杀了脑落,帝君明日便带我们出谷吧,摸着他背毛的手顿了顿,凤九听到帝君的声音缓缓说道,这脑落被斩杀之后, 此今虚过至少半个月才能出去,你急着要出去,可是有什么要事,凤九觉得帝君这样,好好和他讲道理的时候,说的话往往都不太可信,他抬起头仔细瞧了瞧帝君的神色,丝毫看不出作为心虚的成分,只能叹一口气,那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半个月,可做些什么呢? 无聊也无聊死了,背上的手又顿了顿,帝君的声音听着有点而冷,你便这么不想与本君待在一起,方才你说,本君为了什么人,把三生时尚的名字抹了去,你是听谁说的? 难道又是那个厌齿物?凤九在帝君怀里,找了个舒适些的位置,点点头,摆出一副开解的姿态开枪,帝君既然是为别人将名字抹了,自然也算是至情至性之人,这种人,凤九向来便很是佩服,帝君当初为了他绝情绝念,如今便不该与其他女子再有纠缠, 你再来戏弄消遣凤九,实在不是正人君子所为,本君倒是觉得,你如今一边躺在我怀里,一边劝我看开析的姿态,有些令人想不通,你可是真的要与本君划清界限,凤九点点头,忍不住打了个哈欠,若帝君心里还惦记着其他人,便是帝君再好,凤九也是绝对不会要的 好了,今天就讲解到这里,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和小影一起讨论哦,赞同小影的话,可以点个赞,支持一下小影哦,我们下期见